杜勒 别生气了 我刚才在车里边 跟你道歉了那么久啊 错了 你错在哪儿了 我错在 我用我自己认为对的方式来爱你 但是完全忽略了 你所有的感受 对不起 我不会了 你只要当我知道你和方倩的事的时候 我就一直在想 是不是我哪里做得不够好 所以你才不告诉我 你知道我最生气的是什么吗 是你的过去 我是从别人嘴里听到的 好了 事情也过去了 我更在乎的是你的现在和未来 所以你以后有什么事情 可不可以跟我分享 还有啊 干嘛摇头 每一次我生气的时候 你能不能吼一下我 不要 甩下一句话就走 不可以 为什么 因为不可能有下一次 哦 还有件事 还有什么事啊 我说你干嘛这么严肃啊 我说你干嘛这么严肃啊 你不觉得我现在害怕得像一个小学生一样 你怎么像我妈一样 什么像你妈 虽然在工作上你很厉害 可是在爱情上可不一定哦 人生路漫长 我们还要一起不断地学习 学到了 活到了 我去给你买点关注煮 换击一下心情好不好 不想吃 为什么不熟啊 你猜 那你想吃什么呀 还是没吃什么 你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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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脸的狐狸精 多多 多多 你给我放手 多多事情没搞清楚 你先 你哪儿来个神经病啊 凭什么打我 我打你 陈阳一晚上没回家 你把他到哪儿去了 你说呀 盛夏希 你跟我说说 昨天晚上到底怎么回事 你别在这儿装饭了 发生什么事 你让我说 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 他清楚什么 他都喝成那样了 你看 你放手 你看 你嘴上的口红印 莫菲 是不是一个色号 怎么弄上去的 你告诉我 怎么弄上去的 全国这个口红色号的人那么多 你为什么不都怀疑一遍 凭什么怀疑我呀 而且我跟程阳只是同事关系 昨天晚上他喝多了 不知道自己住哪里 我只能把他送回酒店休息 送完之后我就走了 同事啊 少在这儿胡说八道啊 这儿这么多男同事 非得让你一个女孩去送他 昨天是我跟童童要 一起送他回家的 但是童童有事提前走了 只能我送他 你不敢接我 还打我一巴掌 你有病吗